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百二十二集 风雪送春归 这片大陆上的春天还在南边积蓄力量 北边的风雪却早已经将所有的春意扼杀在了摇篮里 大陆北端 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刀双剑岩相逼 只怕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春天可言 漫天的风雪化作一道道深刻入骨的刀剑 左一刀右一剑的劈斩着 三日里难得一剑露出雪面的黑有山石 就因为这些天地冷冽无情的雕琢而显出死寂一般的姿态 这里是一片冰天雪地 更是一片死地 然而如今却有一列小黑点儿 行走在百年孤独的雪原之上 沉默而坚定地向前行着 偶有树生犬肺 穿透风雪的呼啸之声 穿向远方 带来几分鲜活的感觉 这个队伍中只有三个人 却足有六十几只雪犬 牵动着承载着食物装备的长长雪橇 不断地向着北方进发 听闻这些行于极北之地的雪犬 是雪狼的后代 只有那些能够忍受酷寒的北地蛮人 才能够将他们驯化 成为人类的好帮手 然而这些年大陆变得越来越寒 一出北门天关 气温骤降 往日里在雪地里赤膊作战的北地蛮湖 早已经不惜一切代价的 南迁至西方草原上 雪原回归了平静 这些雪犬又是谁的呢 裹着厚厚的毛皮 脸头戴脸都蒙着温暖的壶球 脚下穿着皮靴 手上戴着厚厚的手套 整个人包成粽子一样 范贤喝了一口气 发现热气出唇不久 便似乎被这天地间的严寒 冻成了雪渣子 他的面色有些发白 虽然自从清历五年知晓了神庙的去向之后 他暗中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准备 可是真正的踏上了这片雪原 他才感觉到 原来天地间的威势 不是做好了心理准备就能够真正承担的 离开北齐上京城 已经有好些日子了 穿过已经没有太多军事驻扎的北门天关 也已经有了七八天 一想到那座雪城上的军事 像看死人一样 看着自己这些人和狗走入血缘 范贤的唇角便不自禁地 泛起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看来依然是没有人看好自己这些人 他将手指伸到唇间打了个呼哨 身周六十鱼头雪犬耳朵灵动地竖了起来 精神十足地摇了摇头 抖落了身上的冰雪 身毛四足站立在冰冷的雪中 似乎根本毫不未寒 拖着长长红红的舌头 等待着主人的下一个指令 此时风雪似乎小了一些 范贤身前身后两辆简易雪车里行出二人 海棠和王十三郎此时也被裹成了粽子 他们面带着疑惑地 看着走进了范贤的身旁 趁着雪小 咱们得赶紧走 王十三郎的声音 透过那层毛皮传到了外面 显得有些嗡嗡的 范贤沉重地喘息了两声 咳着硬道 后面 那些人还跟着没有啊 海棠将皮帽边上的耳套摘了下来 露出了两只结影可爱的耳朵 在风雪中安静地听了半嗓 然后摇了摇头 说道 看样子是跟丢了 风雪虽然小了些 但是三人凑在一处说话 依然是极难听清楚 范贤翘起了唇角笑了笑 说道 跟丢了就好 我可不想你家小皇帝派的人 被冻死在这片雪原上 海棠没有说什么 只是微微眯眼 向着北方的雪原伸出望去 只见那边亦是一片雪白 这天地间除了雪之外 竟似什么也没有 如此枯燥无趣的旅途 天生又因为严寒而显得格外凶险 她的眼睛里边生起了一抹复杂的神色 已经出了天关七八日了 范贤却根本不需要探路 而是直接发布着命令 一路绕过雪山冰秋 沉默而行 似乎她很清楚怎样去神庙 范贤身上的伤太重 根本不可能去探路 王十三郎的右臂没有完全好 三个人中呢 海棠的身体虽然也有些削弱 但是如果要探路 肯定是她去做 她有些不明白 范贤从哪里来的信心 不会在这儿看不到太阳 看不到山川走势 除了冰雪 什么都没有的荒原上迷路 范贤从身后的雪橇上 取下了一把竹刀 小心翼翼地刮弄着皮靴上的冰铃子 一切的一切都在乎细节 只有准备的充分 细节考虑的周全 才有可能抵达那座虚无缥缈的神庙 出了北门天关这几日 她带着雪橇的队伍 在雪园上绕了一下 就是为了甩脱身后 那些隐隐跟着的队伍 不论北七皇帝是想保证 这行人的安全 还是想跟在范贤的身后 找到那座隐在天外 不为人知的神庙 范贤都不会允许 一方面是不想有太多的人 死在这片寒冷之中 二来 范贤自己也不清楚神庙里边 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事物 苦合当年那般小心地隐藏着神庙的位置 就是担心庙里的事物流传到人间 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可知的危害 既然如此 范贤当然要小心一些 虽然有些冷 但我们有必要穿这么多吗 王十三郎站在范贤的身前喘息了两声 觉得身上的这些厚厚的皮袄皮靴实在有些碍事 范贤受了重伤 无法调动真气欲寒 而十三郎和海棠却是真气依旧充沛 九品上的强者在一片的状态之下 真可称得上是寒暑不清了 范贤笑了笑 望着他说道 能多保存一些热量和真气 就节约一些 你别看着眼下 这寒冷你还顶得住 可我们依然还是要往北走 谁知道到那里温度会低到多少啊 说到这句话 他微微低头 眼视眼眸里淡淡的忧虑之意 经历五年的西山山洞里 他将萧恩临死前的话语 每一个字都记在了脑海中 并且 为了此次神庙之行做足了准备 可是他依然没有想到 这才出天官 未到时日 天地间的严寒 已经到了这等程度 看来如今的气温 比几十年前 萧恩苦和二人去神庙的时候 又要冷上了几分 既然最大的困难是严寒 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夏天出发呀 海棠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范贤如今表现出来的态度 并不如何迫切 既然如此 夏天出发似乎才是最好的选择 范贤沉默了片刻之后说道 路上的时间 大约是两个月 而要找到神庙 还需要多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 东末出发 夏初时到 这样比较安全 而且我可不想 半年都陷在黑暗之中 听说神庙那里 天地倒转 半年黑夜 半年白昼啊 王十三郎点了点头 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你们都不如我 所以你们都听我的就好了 范贤很平静地说道 话语里却充满了 不容置信的信心 是的 他早在和大宝一同观星的时刻 就再次确认了这里是地球 既然是地球 那么北极处自然是有极昼极夜 这个世界的北方过于严寒 没有几个人能够踏足血缘深处 更没有几个人能够活着回来 所以在传说中 神庙所在的地方 便有了一些玄妙而未知的神秘气氛 只是这种神秘在范贤的眼前 却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范贤从身旁的布包里边 取出了三幅很奇怪的东西 递了两幅给海棠 王十三郎说道 从此刻起 我们眼中大概就只有血了 太过单调的颜色 会让眼睛出问题 不管你们习不习惯 都必须把这东西带着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颜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小说《庆云年》 话一说完 范贤便把那个物事 带到了自己的鼻梁上 原来是一副玻璃座的眼镜 只是镜片上被用 某种涂料涂成的颜色 依然能透光 海棠微微眯眼 看着范贤半嚷不语 越发觉得他有些看不透 更不知道手里拿着的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 对眼睛会好吗 他没有多问什么 而是学着范贤的模样 把这个世界上 第一次出现的墨镜 带到了翘翘的鼻梁上 水晶眼镜 他们是见过的 但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黑色的 王十三郎看了海棠一眼 有些犹豫的 也戴上了眼镜 三个人顿时变成了 三位算命的年轻瞎子 看上去倒是 也有几分滑稽 三人对视片刻 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赶路吧 再过一个时辰 就要扎营了 范贤从怀中取出 小翼保护好的怀表 看了看 又眯眼 看了看风雪中的天色 开口说道 一路向北 再凭天色看时间 只怕不准 他也不知道 这个怀表 能够在严寒之中 支撑多少天 一声呜呜的声音响起 休息了片刻 这六十余 雪犬 精神一阵 吠叫着 欢愉地向着雪原的 深处赶去 浑身上下 银白色的毛皮 流动着一股 美妙的动感 范贤半椅在雪橇的 皮箱之上 微微眯眼 感觉着眼睫毛上的 冰雪 冰雪 冰冷着自己 薄薄的肌肤 忍不住抽动了一下鼻子 将自己领口和袖口的 活扣 继带 拉得更紧了一些 不想让任何一丝 血力 漏进自己的身体 从庆历五年 知晓了神庙的方位 和路线图 范贤将这个秘密 藏在自己的心里边 已经六年多了 他知道 冥冥中注定自己 终将去神庙一行 只是没有想到 最后是因为要去找五竹书 是因为自己和皇帝陛下之间的决裂 探险的旅程啊 一旦有了这种直接的目的 似乎就丧失了许多美好的感觉 雪橇在平整的雪园上 快速的滑行着 四面八方传来雪犬们的急促呼吸声 和树树的风雪声 在这样的声音陪伴下 范贤似乎快要睡着了 他不可能睡着啊 他在仔细的听着雪犬的呼吸频率 以判断他们的疲累状态 六年时间 弟弟范思哲按照他的吩咐 准备好了一应战胜严寒所需要的物质 包括前后雪橇上面的食物 火种和特制的雪地营杖 而这些在北门天官 训养了三年的雪犬 更是范贤此次神庙之行最大的仪仗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 范贤是一个无比细心之人 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在世人看来呢 要去上夜神庙有如登天班难 而在他看来 只要准备充分 神庙也不过就是一个 偏远一些的旅游景点罢了 唯一令他有些警惕的就是寒冷 如今的寒冷更胜萧恩苦和当年 当年大魏朝市摆出了一个 数百人的探险队伍阵仗 最后萧恩苦和两大牛人还需要吃人肉 才能熬到神庙县市 如今他们的队伍里边只有三个人 能不能够撑到那处呢 范贤闭着眼 却不担心自己会被冻僵 体内的经脉确实已经废得差不多 无法调动真气护体 然而很奇妙的是 一入这片荒无人烟 其寒无比的血缘 他便敏锐地察觉 风雪之中天地的元气 似乎比南方任何一处地方都要浓郁许多 这种敏感 归功于苦和大师临终前所赠的小册子 如果没有那个小册子 范贤只怕根本感应不到天地里的丝毫变化 为什么越往北去 天地间的元气就越浓郁呢 这是一个令范贤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 不过这终究是好事 他半躺在雪橇上 缓缓呼吸着天地间的元气波动 如果北方的元气更加浓郁 或许只需要花上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 他体内的经脉便可以被修复如初了 雪橇在冰雪上微微一颠 范贤从那种空明的状态中醒了过来 双眼微眯 透着墨镜 平静地观察着前方的风雪大地 忽然间有所领悟 当年大魏朝雄霸天下 那位以无所求的皇帝陛下 为求长生之道 而前使尽献神庙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苦和的提议 萧恩执掌的是提齐 隐约掌握了神庙的大致方位 可是天底下的凡人 又有谁敢冒着生命的危险前去一探呀 如果不是苦和以理推动此事 以长生不老诱惑未帝 只怕数十年前的神庙之行 根本不可能发生 苦和为什么对神庙有如此大的兴趣呀 以至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前去 仅仅是因为他是天一道的苦修士 终生侍奉神庙的缘故吗 不 苦和是一个现世主义者 只看他在神庙外 与被囚在庙中的母亲叶青梅在瞬间内达成合作的协议 就知道这位苦和大师对于神庙并没有太多的恭敬之意 范贤墨镜下的眼睛眯得更加厉害了 不知道苦和大师手中的那个小册子是什么时候拿到手的 莫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察觉到了北方的天地元气有问题 所以想去神庙看一看 这一切波动的源泉和真相 风雪越来越大 温度越来越低 原先还偶尔能够看到的白羊和雪狐 此时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躲避严寒了 整座荒凉的雪园上就只有这一行雪犬拉着队伍在风雪中艰难的前行 范贤所处的雪橇上传来他两声压抑的咳嗽声 这等低温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够抵御的 而他伤势未愈确实熬得有些辛苦 前方雪橇上的王十三郎像是没有听见范贤的咳嗽声 而是双眼警惕地看着前方 忽而他的身体化作一道剑光 穿着臃肿的皮袄破空而去 直接杀到了雪犬队伍的最前方 朝着一处微微隆起的冰雪下狠狠刺下去 雪犬一阵操乱 半晌后才平静了下来 有几只胆大的好奇的雪犬围了过去 站在王十三郎的身旁低头嗅着 然后发出了几声尖锐的叫声 叫声欢快至极 王十三郎左手直剑收回了剑鞘 看着被雪犬们从雪地里边刨出来的 那只魂体洁白的大熊发了发呆 这本来就是范贤交付给他的任务 一路打些猎物 以备将来不识之虚 雪犬狠听号令 将那只白熊从雪里边撕咬着脱了出来 并没有后续的动作 而只是舔视着带着雪水的犬吻 欢快至极 因为他们知道 主人们肯定会将大部分的血肉留给自己吃 晚上可以烤熊掌了 范贤并没有下雪球 看着海棠和十三郎 他们二人将白熊捆上了空白的雪橇 忍不住开心地笑了笑 这只是一个插曲 雪橇队伍再次开动 在范贤的呼哨声指令下 沿着冰冷的雪川 向着西北方向快速前行 海棠坐在雪橇上 看着前面的范贤背影 眼中闪过一丝忧虑 他不知道范贤如今的身体 还能不能一直支撑下去 然而他眼中的忧虑转瞬之后 就变成了疑惑不解和深深的佩服 海棠一生难得服人 然而今时今日 看着范贤好整以下 撑竹在胸 平静止路 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中的作派 终于是有些服了 为什么范贤对于到达神庙 有如此强烈的信心 为什么他看上去对神庙 根本没有丝毫敬畏之意 难道真的如师尊当年所言 叶小姐真是神庙里边 跑出来的仙女 所以范贤去神庙 只是回家而已吗 神庙是什么呢 没有几个人知道 范贤半闭着眼睛窝在一处 节省着体力 心里也在泛着淡淡的波浪 他知道母亲曾经去神庙偷过东西 他甚至知道最亲的五珠叔 本来就是庙里的人 按道理来讲 他是这个世界上与神庙关系最密切的人 所以此行神庙 他的心态也有些怪异 似乎他可能会发现一切事物的真相 甚至可能是自己这次生命的真相 当然了 这也有可能只是奢望罢了 眼下最关键的问题是找到神庙 当年苦和肖恩 都是这片大陆上最强大的人 而且年纪体力正在巅峰状态 可是依然找的那样辛苦 范贤与他们相比没有什么优势 可他的信心究竟在哪里呢 知识就是力量 范贤比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多了 前世的知识 所以很多玄妙在他的眼里边 其实都只是自然现象 而正因为这些知识 他又从肖恩的嘴里边知道了路线图 所以呢 他并不担心自己会迷路 雪橇上的范贤将内裤去年出的最新 这个指南针 小心翼翼地放回了袖带之中 叹了一口气 伸出了手指头 在飘着雪的空中 一上一下 划了两个半圆弧线 轻声自言自语地说道 物是个什么意思呢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颜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庆余年》